各位参加2017Me Taipei的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本次活动 Me Taipei在今年迈入第四年 集结了来自15个国家的团队和企业 其中更有高达四分之一的朋友 是来自海外,创造了将近300场次的美和机会 在这边身为一个曾经创业许多次 而且现在每天都还是在做社会创新的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心得 第一,只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创业就绝对不会失败 简单来说,每一次创业 即使没有建立起商业模式 即使最后是收掉 但是呢,过程里面倒还是有非常多 可以让大家参考学习的地方 因此,只要愿意不要藏私 把这个过程贡献出来 那么对于整个生态系来说 都是一个经验,一次前进 而不是失败 第二,在思考盈喻模式的时候 也请大家记得 所谓创新不是在现有的轨道上面 发明新的服务或产品而已 对整体环境的改善 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做改变 更是创新 也就是说,创业除了可以 让自己实践自我,展现能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进一步创造出互助,共好的精神 最后,感谢大家的聆听 也祝福大家在创业的路上 都能够彼此分享,相互学习 Share and enjoy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